吃早餐喝一杯大冰奶 午餐再来杯手摇饮 小班好累 晚餐又想犒赏自己再来一杯 有些民众可能把手摇饮当作水再喝 但其实成人一天的建议热量换算成饮料 只能容得下一杯手摇饮 如果摄取过量 竟然可能导致失智 一般其实我们对于手摇饮料 比较担心的其实是精致糖摄取过量的问题 如果以精致糖来说的话 一天大约建议大家只能摄取 总热量的10%左右的精致糖 如果以一个健康的成人 一天需要2000大卡的热量来说的话 10%左右的一个精致糖 就大约是200大卡左右 大约就是25克到50克的精致糖量 一杯全糖的手摇饮料 大约都含有10克左右的一个精致糖分 就是10克方糖左右的精致糖 所以其实10克大约也就是50克 所以如果你点饮料 喜欢喝全糖的朋友的话 那你今天喝完一杯手摇饮 你的糖分已经爆表了 通常精致糖分如果摄取过多的话 确实会比较容易肥胖 肥胖的人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发炎体质 那身体如果在一些发炎现象的话 很多的一个慢性代谢疾病可能就会出来 比方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因为有研究发现说 其实摄取过量的糖类 可能导致的代谢疾病往下慢慢推敲出来 发现可能跟失质也有一点关系哦 现在许多市售饮料走向精致化 加入芒果、芋头、珍珠等高热量内容物 天气热和下一杯可能一天的热量就爆表 吃了芒果口味的手摇饮 里面有芒果颗粒的话 那还不错它有食物的原型在里面 但你一整天的一个水果量摄取 可能就要大约减少半分到一份左右下去 平衡你刚刚吃的水果量 那再来的话是有关于珍珠、粉圆、芋头 这类属于淀粉类的食物 因为通常这些食物它都还要在蜜糖进去 那一杯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 它可能就蜜进去的糖大约就有三颗放糖 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再点全糖的搭配珍珠 变成一杯全糖的珍珠奶茶的话 你可能一整天的精致糖分就会有过量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吃了珍珠或者是吃了芋头 这样子含着手摇饮的话 那你下一餐或上一餐的淀粉量 就可以大约斟酌少个半碗到一碗左右 去看那个店家添加的量 来适其的减少你同分量食物的摄取来做代换 有些人会点无糖饮料减少摄取热量 但其实无糖饮料也不能代替水喝 否则对身体也会造成负担 无糖的手要饮料可能是茶类 那茶类的话可能有一些咖啡因或茶碱的问题 喝多了它可能会有利尿的作用 所以相对的你可能觉得你补水了 你补充水分了 可是你排出去的可能比你吃进来 喝进来的还多 所以这时候反而要注意一下 会不会有一些脱水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说 你一天饮料大概就喝一杯就算蛮多了 那选无糖当然是更好 但千万不要把无糖的饮料当作水喝 因为水还是比较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